因應入境的旅客量增加 關閘口岸在車輛入境通道 加開四條旅客通道疏到人流 秩序大致良好 而在外港碼頭大批香港旅客返港 售賣船票的地方一度緊張 普通位的船票 只剩下凌晨之後的班次 不少趕返香港的旅客 要買豪華位的船票 李國賢報導 隨著假期的結束 關閘進入出入境高峰期 因應入境旅客量的增加 關閘口岸亦採取臨時性措施 在車輛入境通道旁邊 加開四條旅客通道疏到旅客 別罪大致良好 有經臨時通道入境的旅客說 掛關時間只需要大約10分鐘 你那邊有個分樓 差樓叫進去那邊過 那邊的情況大概用了多久 掛關了 排隊排了10分鐘 但是經入境大堂過關的旅客說 等候的時間超過一小時 而請安排混亂 差不多過幾兩個小時 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情況是你攝我 我攝你 關牌應該是沒有 之後我走那邊之前說不給這個 之後又可以過 好像有點不太好 也有旅客說 因為等候時間太長 下次打算不再經關閘入境 我想說下一次不要走這邊 而是搭船來會比較快這樣 而有居民說過關暢順 只是需要大約10分鐘 也有居民認為 應該為本澳的外地僱員 盡快開設自助過關通道 加快通關效率 應告都不用 即是不用那麼多那些 那些派對的通道 全給他們 而在外港話頭 也都逼滿了返港旅客 船飛公認一度緊張 嘩 要到零點了 沒有位置了 我在這邊沒有位置了 沒有位置了 普通位的船飛 只是剩下凌晨過後的班次 不少趕著回香港的旅客 都要買豪華位的船飛 不要緊 無所謂 而有坐四點多旅客說 預料到人多買船飛難 所以特地提前一天買飛 我們昨天來到都說 只剩下四點多天 晚上那些船已經沒有了 而各政府相關部門 和船公司分辨案情況 加派人手和加開班次 協助疏到各海上口岸的旅客 澳門電視台記者 李國賢報導